好,繼續絕對玩DN,hello大家好 今次回到這個冰洞裡,就要打這兩個人 我升了一點點,其實都不是很多 童子基本上都差不多是第二隻高 魔蛙君依舊第一隻高,還有什麼技能都很少改變 是河童改了一點點,有異念頭鎚 泡泡光線,還有...沒特別了,OK 其他那些裝了一點點,靜犯,河集裝著給你用 這裡真的比較難,因為我沒有技能打草蟹 他最厲害的草蟹,我打不贏 來吧,我們這裡先用水之波龍蛋左手邊,因為混亂很麻煩 接著...我們不如偷走他的仙仔這招吧 仙仔真的很麻煩 嘩,基本笑臭的 先殺一下基本笑臭,應該打死的 暈倒了,撞他就行了,OK OK,花花墓沒問題 這裡水波龍蛋美麗花,接著索要打霸王花 沒有仙仔,非常好 他的仙仔之爪真的很兇 好,我們慢慢打這裡,慢慢看 有事實在太心急就會輸 先偷掉他的東西 超高貨的霸王花 應該會是草技 好,應該是億萬級獸那類 好,OK 毒爆蛋喔,看來打著打那隻... 食衝紅的 這裡呢,我們就可以用... 嗯... 鯉魚龍吧 這裡用水之波龍打左手邊 因為不可以碰他,他有包子在身 這裡龍路 慢慢看喔,各位 水之波龍打霸王花 好,不是很有效,但也OK 花花墓打鯉魚龍,照道你不會很痛 然後我快點殺了一隻美麗花 下隻 草裙墓 草裙墓 草裙墓全體魂 全體魂 既然是這樣我們可以走 這裡留下鯉魚龍 鯉魚龍就用龍路打霸王花 對了 哇,快點最快 鯉魚龍 好啊 打到霸王花 只要霸王花一死我們就有機會贏了 好 閃電拳不要緊,沒問題 死了,鯉魚龍 毒爆打,OK 接著馬上換回牛蛙軍和河童上場 這裡水之波龍打霸王花 這裡就用... 意念... 用泡沫光線打蝕頭 好 沒有命中 他沒有命中,不知道出了什麼 按得太快 好 好 扣得不多 降到對方速度 咦,只剩下一隻重 贏了 這麼有組織還不贏 可以快飛了 好 最後一隻 這隻的外河馬 河馬獸 吸取 好,吸收 麻痺了 搞定 這裡終於贏到了 這裡 真的有點難打 這裡 打到... 打到開始壞了 水都有問題 但其實並不是 好 只不過剛好又是好彩取勝 會以導管管主明顯示 你立即停止你的行為 你這樣做 嚴重阻礙了訓練師正常的旅行 你說了什麼 老爺 好上頭指示我們不走 沒有怪老夫不客氣了 我也不想用暴力 接著又叫我 咦,不是 啊,落流 你因為人家的地盤吵死了 落流大人 是誰為用暴力啊 暴力這些東西我不討厭的 蛤? 你就是他們的頭 看來不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 看來跟你 你是不是骨頭太硬啊 好心幫你打鬆一下 我是精英中的精英 落流大人 不是有導管管主頭癡 就夠跟我撞他 碰 什麼對碰 啊 和我撞他 落流大人 航兵石板已經找到煙通了首領 首領請你馬上回去 哎呀 人家還沒玩就要走 可惜 唉 首領的命令沒有辦法 我要進修全體 我們走了 搞事人走 但我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 不過數都是以和為為 什麼事都可以和好解決 要以密使的穿過這個航兵隧道 OK 不用打Faggot 先 這裡怎麼過去 看看 看看 然後這裡 咦 不是 看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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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好 這個動物做什麼 要不推石 好像不需要 水之波龍 好 來啦 那些訓練加油 哎 這些 這些是不是升級的 給我 是雙打到特別難打 應該沒什麼特別的 嘩 原來是這隻 天狗 好 其實這隻也不是一個名字的選擇 因為它有草技 它是草屬性 好 兵屬性 我要死了 這隻 被我淋死 這隻也是水 沒有啦 阿華軍沒有技 沒有水技 可不可以直接下去 這裡 可以了吧 好像是可以的 好像把石子都推下來 現在只剩下最後跳下去的步驟 是不是呢 好像又不是 大口腹 這裡呢 這裡試試跳下去 嗯 對了 可以了 不用推石 嘩 不是吧 打雙打 Oh no 這裡很麻煩 咦 不是吧 人家二十多厲害 有機會 這裡頭鎚打這隻 嘩 它出不了還是什麼 還是沒有中到 剛剛 好像沒有中到 這裡用冰牙咬這隻 結冰 非常好 這裡壓制左手面 冰牙 咦 咦 咦 咬死左手面 好 再壓制 閃電拳 壓制水衣 狂打左手面 因為右手面沒有輸出 那就可以放在這裡 不夠我打 Level差距太大 這裡冰牙 沒什麼所謂 已經 帕拉斯 照打 因為上一場時候太難打 所以我的Level 異常地高 現在 所以我這些普通NPC 就顯得出是非常容易打 不會特別去卡關 非常好 好 又來 嘩 這隻 要打 OK 火爆後 握住火爆後 泡沫 再泡沫 再泡沫 好 即是有NPC 沒有重新藥 沒有重新藥 有沒有技殼 沒有了攻擊技 這兩隻都 碎岩 不能記住 過尾呢 自然因為 可以記住 嘩 超廢的 超廢的 碎岩也可以 不如去學碎岩 先學 不要礙岩 沒什麼用 好像不用打 好像不用 這麼好? 好 有啊 落流 等到你了 我就知道一定會走過來 故意不約一下訓練師 我修身不醉才 人家都是要補一補 叫落流 你叫落流大 人家的特點無論什麼精靈都可以立即熟用 當然剛剛捉來的也是 我就用寒冰隧道對付你 壞蛋 哎 oh no 為何對面都變成壞蛋 oh no 死機 又要重新玩回去 那個進度 為什麼走不到 嗯 先 這裡都要解 這樣 可以 來了 剛剛才成器 我直衝紅要拿走道具 拿著宣角才剛偷完東西 先這裡 這樣 好 來了 先選樹妖女 Bristol妖女的 非常麻煩 然後偷去冰鬼戶的東西 哇 十萬伏特 偷了什麼 竟然是脈、公果 哎呀,他拿了我的天氣,先轉一轉重 這裡頭突撞冰鬼壺 嘩,結了冰 觸發他的蜜公果,牛蛙軍出來,然後大力鵝 鋼魚,這裡水之波動打這隻 然後咬碎咬這隻 OK 好,暗暗得死 嘩,爆炸 厲害啊 暴雪王再加順飼料,哎呀,這兩隻難搞 殺死暴雪王先 殺暴雪王先 哎呀,順飼料fake out 億萬級獸,oh no 大禍了,這裡 這裡龍爐打暴雪王,咬碎打暴雪王 洞風? 沒有問題的應該,應該還是我快點 但是他一下子吸死了 oh no 有點難打 這個 他天氣隊 不想辦法先,一開始我是什麼雪童子 不是,冰鬼壺再加這個雪妖女 我要 啊,不是啊,荷童也沒有用 這一關 咦,認識過味 啊,大禮說認識過味 不如試試喝喝酒吧 既然這樣,不要燈眼 我也是第一次被大禮的喝酒降系 從未試過 這裡這樣擺在頭,因為他一開始會搶了我的天氣 因為速度來說,我剛才那一場最快 就是,剛才那一場也測試到,我是最快 好 這樣吧 好,這裡是save 咳咳 一來才打死了那隻,樹妖女 接著 這裡頭突打隻冰鬼壺 十萬福特 哇,差不多死 哎呀,麻痺啊 麻痺再加沒有中啊 死了 連過美的機會,連用過美的機會都沒有 這裡 十萬福特,只有10%的麻痺機率 如果這裡再中,那其實沒有什麼可能 其實 爆擊 但是沒有麻痺 打了很多都 打得跟剛才差不多 不過不要緊,我們照用牛蛙軍上場 這裡頭突撞冰鬼壺 好 暴雪王我們就馬上換走 這裡用導彈針射 不對 我身上有沒有道具 沒有道具 直接偷暴雪王 偷了什麼 抗火果就沒什麼用 因為只要偷也OK 這裡 這裡我們馬上換了天氣 還是什麼 李魚龍先 李魚龍先 李魚龍要用龍路打冰鬼 暴雪王 頭突暴雪王 好,應該打得多吧 OK 都多的 都OK的 好,嘩 死了兩隻 這裡水波洞 欸 用錯 都打得死,OK 順事鳥 這裡是催眠順事鳥 它這裡好像會露出 欸,竟然中到 好意外 它現在只剩下兩隻 這裡我們直接殺了冰鬼壺 殺了冰鬼壺就贏了 順事鳥不夠攻擊力打我 搞定 哎呀,哎呀 不錯 但別人沒有說只有這些精靈 乖乖拿命 吃個可兒子一下樓 哎呀,小靈馬 想看我虐待年輕人 再這樣下去就越過底線 首領知道你喜歡搞事 才怕我們防止你搞事 看著你份數我就不玩那麼瘋 失禮了我同本 有些事情跟你說 即使新組創造一個任何精靈和人類都可以和平共處的純高使命 但在新組壯大的過程中太多盲目的訓練師 現在相當複雜 高層的勢力掛分超出如想 而且很多訓練師已經忘記當初教育初衷 為了你安住最上樓 不要盡量接近新組 尤其是像下樓這些瘋的訓練師 再見 OK 不要小看我才教 嘩,不要打架 準備挑戰道古 你快點找到隊友 對呀,今集要找隊友 這個訓練師是你熟悉的人 對呀,他很厲害 差點忘記介紹他 我隊友米依 初次見面叫我米依 我跟米依小姐已經相信你了 徽章了 你在道古面前可以看到名字 我也是詳細說 要找隊友 然後跟隊友一起挑戰 即是說要先找隊友 這個城市應該有不少訓練師想挑戰這個道古 你一定可以找到隊友 就是這樣 接下來了,我要到此中市挑戰物金 祝你找到合適的隊友 我接下來了,也有事要做 高次 對呀,之後呢 之後呢 如果你想打道館 你就必須要找一個partner 這個其實也挺有趣的 都比較... 新鮮的一個... 新鮮的一個... 一個元素 就是你必須找一個隊友 然後他進行雙打比賽 對呀 以往的話就...都很少見 很少見 好 應該就是這個龍道館 OK 喂 好 這個總共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 應該五個吧 五個或者六個左右 OK 到處走 那兩個是做什麼的? 這兩個... 好像其中一個是管主 衝浪的快感 你把我身旁的訓練師打完我就被衝浪 喂 衝浪這招真是... 極度需求 好 立刻打死他 你想挑戰我? OK沒問題 有實力的訓練師從來不拒絕其他人的戰鬥 好 你輸了 這隻 就這樣看第一隻你已經輸了 哇 哇 這隻連續被了多少次 被了多少次 好像被了三次 好 這樣才是 好 立刻死了 嗯 先偷走東西 仙制之爪 又拿了這些東西 咦 我觸發到 強和不強是相對而論的 勝敗拿兵家嘗試 不過不得不成是在下輸了 好 我是神老地居 選擇擅長用水系的吉行 好 可以說你就來到神老挑戰我了 是個訓練師群集的地方 終於有衝浪了 這隻是什麼 這隻是撐住的 這隻是替身 沒什麼特別 好 進去吧 咦 那不止 應該有很多個 很多個訓練家可以打 不是 很多個訓練家可以跟他組隊 嘩 終於有水技了 這隻水技怎麼可以沒有 好 好 好 跟著 河童要 河童招水 簡直 很差 好 OK 非常好 好 看看是不是還有東西可以做 這裡 是不是有回憶技能 心之輪片可以幫你回憶技能 有什麼技能可以回憶的 連環巴掌虛張聲勢 滅亡之歌 還有沒有其他 河童呢 河童可以用下馬威的 要喝得這樣 其實可以不要自然之力 不過我覺得 思念頭水都可以不用 對 用下馬威好像好一點 下馬威好像厲害很多 這裡有沒有水石啊 龍之士者 究極技能 這個精靈不能喝 水柱加龍炮 下一回合不能移動 OK 150攻 這招蠻厲害的 等等 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這個 是不是一撿就馬上沒有了 先收拾一下 機會只有一次 你最討厭自己的精靈 用到什麼問題 以上 你最討厭自己的精靈 中上什麼以上 麻痺 在戰鬥中 最汗重的是 余盤對面 屬性黑仔 出招先後 你看你的性格 最切合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紅色 以下什麼罪 最切合你 哇 這個是七宗罪 哪種罪最切合我 我 傲慢 暴食 憤怒 妒忌 這個 這個精靈的 或者就是你 學樂女修 哇 專系給我一些麻痺 我就是不要 我就是不要 你給我做什麼 要珍惜每一次精靈的相遇 挺有趣的 這個 心理測驗還是什麼 試試看 我想拿的是 水系 水系 最怕還會貧死 還會凍結 精靈看中的是什麼 防備干擾 藍色 哪種罪最切合 暴食 哇 扭拉 很厲害 很難知道是哪隻精靈 真的 好 憑死 然後凍結 然後 屬性傷黑 黃色 憤怒 哇 小池怪 真是 不錯 小池怪 也能入到水隊 各位 一多隻小池怪 其實我的戰力又大大上升 基本上 但我明明選了凍結 難道他有三重攻擊 這裡選綠色 嘩 向日盔 向日盔 一見到馬上丟爛 沒記 好 再來 今次選害怕 凍結 魚盤對面若寒 接著 用藍色 接著用色獄 他出什麼給我 好像是迷唇者 還是什麼 火自雞 為什麼會是火自雞 我都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這個測驗 是為什麼 可以出出這個結論出來 牛蛙怪很努力 努力斷帶 為什麼馬上沒有什麼 沒有聲音 一拿一個斷帶 之後馬上沒有聲音 是什麼事 我可以教你精靈 三萬塊學牙 三色牙 給了一個愛情 可以幫你學特工勞力值 沒有了 這裡是回憶的 這裡是回憶 還有 只會回憶 沒什麼特別 我想拿水之石進化 這個位置沒有 水之石應該是黃金城 黃金城的百貨商店 即是說現在還沒有 好啦 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打道館 那 道館方面我還未知道 找哪個partner比較好 我就 看一下 到時候選了 可能全部都玩完 或者是 再算吧 OK 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還沒訂閱我幫我按個訂閱 下集再見 拜拜